好 由三峡普贤寺台东大佛寺联合捐赠了一万条的爱心手链 在15号台东大佛寺举行了捐赠跟签约仪式 这项爱心手链服务重要是为了达成 社会大众对于长者预防走失的关怀跟重视 维护台东县内老人以及生残者外出的安全 看似一般的手链但其中大有玄机 这条手链是由台东星光保全24小时监控 掌握长者若是走失可以及时定位与追踪方位 这是由三峡普贤寺台东大佛寺联合捐赠台东一万条的爱心手链 近日在台东大佛寺举行捐赠与签约仪式 那对家里来讲就觉得放心 那我觉得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手链 但是他对于真正背包不大是很大的 在这边呢谢谢我们的大佛寺 谢谢我们的心关怀 希望我们台东在这边每个生活里 三峡普贤寺长期关怀身心障碍者 这次捐赠万条代行手链 也造福台东县三万多名的长者 与4625名的第一类身心障碍者 维护县内老人及身障者的外出安全 是要我们的处长他能够去一直推广去推动 我只是一种抛砖影衣而已 那这位县民你们的长辈们也就是我的长辈 也是我的亲人一样 你们总是我当然也是很着急 非常关怀你们 所以我在这里也是 祈求你们大家都心心自在身体健康 阿弥陀佛谢谢你们 县福表示 朴贤寺也曾捐赠台东县府一部汽车 也非常感谢法师的热情公益 为社会树立良好的典范 而这样的抛砖影域 也期望能够有更多人为社会公益付出 让社会变得更加温暖 记者判罪于台东市报导